女性是因為什麼問題 就是怎麼穿都會像男的 怎麼戴都像男的 因為髮型短 對 我轉過身我就是小梁哥 轉過來我就是私心 然後 不是 因為他頭髮太短 有的時候戴著帽子 人家會覺得他生病 好 像我呢 你的困擾就是頭髮太短 對 然後我又太像男生 我每次出來都是大哥一樣 所以平常我都是戴這種帽 比較休閒的那種棒球帽 但是你看每次 不管怎樣後面就是變男生 我的背影就是一個 這個帽子也像浮在半空中 哪有 我就是一個 我這樣往下壓 我就是一個韓國明星 有沒有 看我的背影 臉型變更尖 我就是G-Dragon另外一個 對啊 然後不然就是 就是有時候 爸爸披薑的那一個 不然就是要帶亮一點的 這樣子就會比較 不會太像男生 因為男生不會戴那麼浮誇的顏色 因為眼睛已經被閃瞎了 所以沒有人再去注意到 轉移焦點的感覺 而且我也不能戴那種 像老師說那種很貼的那種 會很像癌症病患 對啊 就好像 我之前也是去歐洲啊 然後我想說買一個帽子吧 去歐洲為什麼要比這種東西 對 所以感覺歐洲就是要A-Dragon 還是坐捷運去蘆洲 怎麼辦啊老師 好啦 試試看 來 我想先從他的臉型調整 先不管適不適合他的衣服跟氣質 先從臉型調整 我們就來給他一個 就是日常的 可能比較能夠戴的 這就比剛才好一點 但其實尺寸還是小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帽顏 稍微寬一點點的 然後柔軟的 像是有一點點弧度的 跟剛才要扮就帽顏上面 有一點弧度的 像這種的也很適合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他的臉型 高度 然後到他的那個下巴 是整個是加長了 對 你看他原來的頭型是這樣 我是扁頭 對啊 你是扁頭 我好扁 對啊 我小時候很好 羊都躺著睡 然後 加上去 整個帽顏 做改變一點 也是變長了 你剛這樣很好看 你這樣角度 好 聽這樣很好看 這樣很美有沒有 那以後就是這樣子出去 像這樣子 對 就一直看45度假 不要看別的地方 這樣人家會不會打我 他還是會怎麼樣 沒關係 試試看 爆童帽比較大一點點的這個 你看這個 正面 它的尺寸好像偏小 這就可以了 對 你看 第一個是帽顏 我沒有給它震帶 我鞋帶 然後這裡有一些高度 線條一些高度 這邊是高的 然後從側面這邊看 它是稍微斜的 所以整個臉型有拉長 三角的部分是理所當然 然後側面這裡 也做一個斜面的切割 所以這整個 帽子就不會太小了 比你剛才這個帽子來講 比例上面來講 它是稍微 看起來是 就跟小燕哥一樣 不會覺得是尺寸不合硬帶 硬塞 我們來看一下 我側帶跟它震帶 震帶也好看 對 但像這樣就不行 這樣臉就會切掉了 對 臉型 三角的臉更明顯對不對 對 好 稍微高一點點 這樣老實講 還是沒有剛才的側帶 所以有很多的帽子 不見得是說不行 而是說 你要用什麼方式 什麼角度去戴它 還有我們的瀏海 到底要怎麼敲 對 怎麼敲 要不要 對 比方說像這樣的 戴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稍微敲一點 比如 對 可能這樣 如果稍微這邊翹一點點的話 你看 但這邊還是要蓋 這邊還是要蓋 就起碼時髦一點點 但是這蓋起來 是對它這兩塊 它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兩塊 它的心形是變得比較 沒有那麼 線條沒有那麼順 這一頂帽子 好的 據說 這邊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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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